蔡玲靜日在演唱会上忍不住泪蹦 不料却引来黑粉狂酸 对此则有网友在PTT上分享说到 自己有个朋友是九龄的粉丝 罹患求心事机伪症 小时候就发病 后来下半身慢慢瘫痪无法行走 最后只能依靠电动轮椅 表示这种基因缺陷的疾病 至今人是不治之症 而且病患的寿命通常不会太长 活不到壮年 2010年机缘下 九龄亲自前往趟望 帮友人家要打气 可惜年仅二十几岁的朋友 仍在隔年离世 自己相当感动的事 此后十年 每年农历春节 朋友的爸妈都会受到九龄制赠的贺礼 还附上一张他亲笔写的贺卡 看到九龄的心意 原破也相当佩服于感动 这也是他特地回闻的原因 所以说到 看到他被一些流言攻击 实在不忍心 才会决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段温馨的故事 希望能够带动一些善的循环 天文一出也信不少粉丝直呼 真的太感人了啦 九龄真的是人美心美